江湖是什么 然后我这个少林啊 我得跟你们说一下 我的加点是全劲 妈卖皮 我可以坑死我自己了 我很难受 本来我是想的话 加全劲的话 然后自身会就是攻击高点 然后但是到后来 我才发现全劲的一个少林 真的是除了土豪 除非你是土豪 不然的话你真的玩不起 为什么 如果你全劲的一个少林 你下本扛不住 打架你也扛不住 等等很扛不住的 你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得需要你其他的方面来补充 第一个的话 最最最最主要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宝石 首先第一个 你最起码你要一个 四级以上的宝石 来给你提升 加些防御性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体石头啊 流光石 最起码你得要一个 四级以上的 这是肯定的 你才能往上放 不然的话 你的话 你所是的一个 所缺的一个属性值太少了 你只能慢慢往上放 所以说这对于平民来说 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给你们建议啊 全级的一个少林啊 是不靠谱 而且还有一个 全级的一个少林 敏的话属性也很低 然后除非 如果说你对不按加的话 那你更脆了 要伤害没伤害 要输出也没输出 关键最主要的是 你还扛不住伤害 本身少林这个门牌 就是下副本会用到的 所以说给你们建议啊 就是说 给你们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加全体 这是我个人 非常建议的一个装备 好吧 一个加点 非常个人 非常个人建议的一个加点 肯定是全体 然后这里没什么好说的 为什么一定要说全体呢 这里要跟你们讲一下 好吧 第一套加点的方案 就是一个全体的一个加点 全体 全体加点 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建议 推荐的一个这个加点方案 个人推荐 如果无论你是平民来说 还是土豪来说 我个人建议 如果说你要想玩一个 就是说很牛逼的一个少林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加一个全体 然后你其他的方面 然后你的宝石 包括那些属性之后 你可以再稍微加点育 为什么呢 因为育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每加一个点 它的一个数 技术加点呢 带来收益很少 它不像体啊 每一点体都会给你带来 一个35点的一个收益 这是我个人建议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建议你要加全体 但是说你 因为本身你要 你看一下 就将近200点的一个 这个属性点 全部加到玉身上 你总共给你带来的收益 也只是加了50点的外方和内方 包括格档也只是提升了20点 然后百分比的话1.1 所以说个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必要 我个人建议就没有必要去 就享受这个加一个玉 尤其是你对半加的话 很难受 然后但是说也有 你也可以就是说 对半分嘛 对半对半加 对半加 但是说我个人建议还是说三体 那个三体吧 三体 三体 一 一玉 我可以把这样加 三体一玉这样加的话 你的话 你再来说也不能说很高 但是说对于你来说 总体来说也不 也不是说会少少到哪里去 然后总体来说 你的生命值足够高 这样的话对于你来说 对于P名来说 我觉得收益是最好的 为什么你下副本 能够扛的更久一点 你不像你其他的话 如果说你对半开的话 你的生命值会少要很多 这样的话 你还能可以加一个 很高的数值的一个生命值 对于你来说 自身收益也是很高的 OK吧 第三种的发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话 就是全镜流的 全镜 或者是 静米对半开 对半开的一个加点 这样的话 就是 这个的话 我只建议就是 只有土豪 会推荐你 好吧 如果你不是土豪的话 你不要这么去搬 因为这样的话 你后期你根本 扛不住的任何一个伤害 你是一点都扛不住 OK吧 除非说你从其他方面 跟加上很多的数值 包括你的装备 也很牛逼那种的 不然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个人推荐的话 第一套的话肯定是全体 个人推荐全体最适合 无论是你平民也好 小子也好 土豪也好 个人建议全体是 我感觉收益是最高的 OK吧 因为你本身来说 你这一点的一个防御数值 包括你就加上 你对半开的 加到玉上面那种 带给你收益 并不会很高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说你如果说 加痊愈的话 我个人不推荐 为什么 你生命值很脆 生命值很少 而且你本身给你带来的 一个防御属性 并不是很高 对于你来说 提升并不是很 很屌 OK吧 如果说你要是痊愈的话 我给你建议 也是一个土豪 好吧 就是第四个一个加点 就是痊愈的一个加点的话 就是也是土豪吧 好吧 如果说你不是土豪 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加 OK吧 好的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好了 我们现在再见 拜拜